便秘是都市人常见 但是却又经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 受便秘困扰的有老人 年轻人甚至是婴儿 那有些患者却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便秘症状 那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才算是便秘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缓解症状 今天的养生时善一起来了解 食物在小肠消化后 残渣会进入大肠 在24到48小时内变成粪便排出体外 如果超过两三天都没有排便 就算是便秘了 如果我们的排便的分量不够 虽然是每天有上厕所 也是算便秘 有些人排便过后 感觉到排便不完 还是要上厕所的感觉 那种也是便秘的症状 无论是年轻人或老人 只要是活动量减少 喝水不足 青菜水果吃得不够 都容易患上便秘 虽然便秘不会直接导致癌症 但却可能是癌症的临床表现 便秘是大肠癌的 其中一个症状 因为大肠癌如果生在大肠尾的时候 大肠癌的肿瘤会顶住粪 然后粪就会难排出来 长期服用高血压 忧郁症或帕金森症的药物 也可能会引起便秘 另外还有一种便秘的原因是 懒惰肠 也就是天生肠道蠕动缓慢 大人小孩甚至婴儿都可能受影响 懒惰肠的人 他们排便通常是三天到一个星期一次 有时候十天一次 懒惰肠的原因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太了解 是什么问题造成 可是这些人通常是健康的人 在新加坡 在外用餐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而且很多人喜欢单一的饮食 例如一碗肉搓面 叉烧饭 鸭饭就搞定一餐了 从营养学来看 这一餐的营养素就非常的单一 这也很容易造成便秘的一个原因 因为饮食中要有足够的纤维 足够的油脂和淀粉类 才可以顺畅排便 虽然便秘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可是有时候便秘会造成 一个生命危险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便秘非常非常严重 一个人没有上厕所 到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 都没有上厕所 那时候那个肠会慢慢大起来 肠的皮就薄起来 有可能也会裂到破 粪就会好像跑进我们的肚子里面 开始弄到发炎 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如果便秘情况忽然变得严重 大便带血或是粪便体积很小 又或者是胃口不好明显消瘦 最好尽快求医以检查是否有内出血 肿瘤 癌症等严重疾病 缓解便秘的最直接办法呢 就是补充膳食纤维 那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刺激 肠胃道的蠕动促进排便 但是膳食纤维应该吃多少 怎么吃才算是正确 张佳今天除了介绍改善便秘的方法 还会推荐促进排便的好食材 膳食纤维主要来源有青菜 水果 五股杂粮 还有豆类坚果 其中一个对缓解便秘很有用的食材 就是花椰菜 花椰菜的丰富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解决便秘带来的一个小腹肥胖问题 还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有效帮助水分代谢 排除水肿虚胖的问题 有些人担心花椰菜里有虫很难处理 其实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把整颗花椰菜浸泡在盐水里30分钟 然后用冷水清洗干净 首先要做香煎花椰菜 花椰菜切成厚片 把橄榄油 红椒粉和蒜末调匀 加盐和胡椒调味 均匀刷在花椰菜上 两面煎至褐色 加水焖熟 盐炒培根和榛果 加入切碎的香菜 最后撒在花椰菜上 膳食纤维每日建议的摄取量为20到30克 每一餐都建议一份青菜 一份水果 怎么样算一份呢 当你煮过之后会缩水的青菜 一份为一个拳头 那煮过之后不会缩水的是 两个拳头为一份 大部分可以连皮吃的水果 例如苹果 西洋梨 这些果皮当中都含有大量的三色纤维 所以建议可以连皮一起食用 接下来厨师要做花椰菜布丁 把杏仁奶 奶油 炼奶 香草精和切块的花椰菜 加热拌匀 打三个蛋黄 分两次把花椰菜奶叶加入 继续搅拌到顺滑 接着全部倒入锅里 加热五分钟后熄火 撒入肉桂粉添风味 趁热上桌 这道甜品我没有另外加糖 因为炼奶已经有糖分了 但是我会用肉桂粉来提香 如果你已经吃很多的膳食纤维 便秘还是没有改善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喝水喝不够 因为水溶性纤维只能在足够的液体当中 才可以发挥润肠通便的作用 在没有大量运动的情况下 建议每天喝水的量是自己的体重 这35毫升 特别注意的是 这边指的是摆开水 不包含咖啡 茶 汽水 汤等等 一般来说 两个小时就要喝一池水 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 如果病人在多喝水 多摄取膳食纤维之后 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又没有查出其他疾病 医生就会提供药物来软化粪便 或促进肠道的蠕动 多运动也是缓解病病的一个好方法 久做不运动的话 全身肌肉会减少 从你的手脚到你的腹部 到骨盆的肌肉都会无力 所以间接影响到肠胃的肌肉也会衰弱 造成肠道蠕动放慢 必须透过锻炼全身的肌肉 来帮助提升肠胃的蠕动 理想的运动量是多少呢 记住三三三口诀 就是一周运动三天 一次三十分钟以上 搭配三种不同的运动种类 就是运用到不同部位的运动 例如像是跑步 游泳 或是打球 花椰菜也可以做成爆米花零食 烤箱预热到200度 混合油 辣椒酱 酸干汁 和蒜末做调味酱 加入切块的花椰菜拌匀 烤30分钟 加盐和胡椒调味 以香菜和芝麻点缀就完成了 现在生活是很忙 那么忙到我们有时候 没有去上厕所 那么最好呢 每天要找一个时间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 去厕所 等到可以排便 我们也会养成一个习惯 给我们的肠 每天会到一个时间排便 这个是个好习惯 也会解决很多便秘的问题 许多人会把水果当成饭后的点点 但是我建议哦 在饭前的30分钟到一个钟头内 可以先吃水果 因为如果先吃饭 水果会被先下去的食物 滞留在胃中 容易出现脏气跟便秘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 稍微改变生活的习惯 也可以有助于改善便秘哦